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后的时间我估计有十个小时 可能有十个小时 因为其他新闻比较多 我并没有注意到纽约时报英文的这篇报道 它应该是先有英文后有中文出来的 但是竹笔的人中文非常好 竹笔的人在中国 它报道中国事件应该将近20年 就是这个人傅财德 跟大家介绍一点背景资料 傅财德现在在纽约时报任调查记者 应该是很高级的记者 他之前是在2014年的时候 在华尔街日报 他转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被华尔街日报开除了 当时开除了四个人 他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人就 另外一个人就到了美国之音 认了美国之音的老板 大概三四个月 两三个月前刚刚被换掉 被很多人认为那实际是共产党的东西 那他呢 比较有名呢 在我眼睛里 我报道 后来报道不是很多 他是深得江泽民曾庆红的爱戴 我可以这么形容吧 在我早期 我们那时候2012年报道的时候 很多东西是他的 他在北京 他当时是任华尔街 驻北京的首席记者 他主要打击的对象是习近平 当时的纽约时报 当时他在华尔街 当时的纽约时报的驻中国的首席记者 是在上海 那个人叫戴卫章 戴卫的章 07年 05年左右 就在上海做纽约时报驻上海的首席记者 戴卫章 纽约时报主要攻击当时的温家宝 英国的泰晤时报 攻击当时的胡锦涛 2012年 原因是2012年出现了一种大变革 原因是2012年薄熙来出世之后 应该是江泽民 曾庆红遭到打击相当大 所以在特别是温家宝自己出手 那等于是把薄熙来给毁了 把薄熙来毁了就把整个曾庆红的计划全毁了 而当时投票的关键的一票 废掉是要薄熙来还是要温家宝 关键的政治局常委的一票就是习近平干 所以5比4 当时是9个政治局常委 5比4 就等于废掉了薄熙来 从而招致了全盘的曾庆红等人全盘的反击 所以他当时是在6月29号 6月30号 2012年 就是类似这篇文章 万达帝国的王健林 游人有余商业跟权贵之间 当时主要讲述了是 王健林跟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 她的姐夫叫邓游贵 邓什么贵 他们之间的生意往来 所以这是当时打击 跟习近平个人没有关系 但主要冲击的对象是她的姐姐齐乔乔 所以那是当时的故事了 那她姐姐姓齐是姓了她母亲的姓 是姓了习近平母亲的姓 具体都是人自己家里的状况 我们就不知道 那这是前后 基本前后这件事情发生的 所以这张照片 我现在找那篇文章已经找不着了 在她 这个福财德写完那张调查报告 完全是为了打击习近平 里面全面讲述的是 齐乔乔 他是拿那加拿大籍 他是加拿大人 在国内跟这些当时的地产公司 王建林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后来引出来的 在后来其他人 包括明天系的人 那都是比较口风比较正了 所以当时的状况就是习近平完全处于首饰 曾庆红江泽民的人处于公事 那包括这些人都在其中 都在其中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报道中也讲述 习近平在反腐过程中打击了 深深打击了中共 这是事实 这个这没什么可讲的 没有他的 没有他打击的本身 那没有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故事 至于他后来变成那样 他就后来变成那样 这个东西 中国大陆人被共产党影响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死的 打个放屁都不是死的 你说你把人看死了 所以习近平扮演的 他的生命变化的过程 跟马克思差不多 马克思虔诚的基督徒 骤然改变成魔鬼 撒旦魔鬼教 类似 我们就不讲那个 我就讲他的来处 这是负载特 负载特2014年 大概10月份 在香港 他是一个被 当时被华尔街日报开除的 大熟的习近平已经 获权了嘛 已经反腐都展开了嘛 应该是华尔街日报 直接遭到 现在看来 华尔街日报直接遭到 来自习近平的压力 从而把他们开除了 那负载特被开除之后 就去了纽约时报 很快纽约时报就借了他 然后他离开了香港 因为他的身份丢掉了 结果他就在 他跟那个戴卫章 就在纽约时报连续发表文章 几次发表文章 专门攻击习近平 这是比 他还有其他文章了 但是习近平家族的事情 基本是他执笔的 但是看那些内容呢 很显然他已经不灵 就是说他没有更新的资料 没有太多的更新资料 都是炒米饭来的 那这是他的前后的 这是我跟大家介绍 前后的背景 另外一个背景资料 南华早报 这是2017年 2017年的7月份 在19大之前 南华早报登了一篇文章 曝光了当时的栗战书的女儿 栗浅心 那这篇文章 我找不着原文了 南华早报肯定都给删掉了 后来南华早报 当时是英文 英文的 因为马云已经买走了 马云买走之后 南华早报没有中文的了 把中文全给删了 而写那篇调查报告的人 半导控股公司的 新加坡的投资人 跟习近平心服 有怎样的联系 这是指的栗战书 结果它是英文版的 那这是在当时 7月20几号 BBC写了一篇文章 来评价这件事情 所以栗战书的女儿栗浅亲 遭到南华早报的突然的曝光 对栗战书打击巨大 对习近平打击巨大 所以可以想象出是非常愤怒的 所以写这篇文章的主笔人 在南华早报干了二十多年 专门写调查报告的 这就是Deep的那种调查报告的记者 一个月之后被迫离职 那他自己发表了声明 南华早报呢 就把那篇文章给撤了 还道着歉 所以这是 这是他 他说的 为什么撤稿道歉 那文章里就介绍了 介绍了相关的内容 说南华早报到底说了什么 南华早报就说了 力潜心的先生 他没有直接那么写 他的报道都说同名同姓 同一个地址 他的先生姓蔡 力潜心的先生姓蔡 而这个力潜心的名字 跟力战书女儿的名字 是一个名字 这两个人 有着同样的一个注册 家庭住址在拿拿拿 有着同样的注册的公司 因为他不能确定 叫力潜心的人 就一定是力战书的女儿 但是他们是一个名字 而这个姓蔡的 这都是年轻人 当时只有三十几岁 却拥有一万家产 在这个香港横扫 大概就讲述就这么个故事 这篇文章报道也这么报道 他就讲述说 他说力潜心 这个名字跟力战书的女儿 是完全一样的 而力战书的女儿非常低调 所以很少见到他的照片等等 那这篇文章 后来就被南华早报被迫拿下来 所以这个概念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 我们看到的傅财德 所以这是一个前后的故事 跟大家介绍这个前后的背景故事 用了十分钟 是今天 这个傅财德写了一篇 十二号 今天八月十二号 从八月十二到八月十二号 奢华豪宅中共权贵的财富跟香港的命运 这是傅财德又写了一篇 主要写的是力战书的女儿 力潜心 在这个香港在香港权贵阶层 跟他的房地产当中叱咤风云的样 里面搭上了习近平跟汪洋 但搭上的习近平呢 是讲的 还是讲习近平姐姐的女儿 在那有一套房子 大概值一千五百万美元 二零零九年左右买的 然后提到了汪洋的女儿 汪洋的自己的女儿 在那有一个价值两百万美元的住宅 两百万美元如果你乘以现在的汇率八的话 就是联系汇率了 你就按照八个港币换 还一千六百多万港币的话 那没多少钱 两百万这是真的没多少钱 你现在基本就这件 所以他里面用了汪洋跟习近平 但是呢用所谈的通篇文章我已经看过了 所谈内容设计内容太浅了 他主要是为了迎合这篇文章的题目 就是今天的中共上层的后代 全把根放在他的职业厂的一切 他的赚钱的一切都在香港 所以香港的命运香港的掌握 直接影响到中共权贵的 中共权贵的他们的子女的真正的生活跟未来 他意思这是今天习近平栗战书 下手打击香港建立国安法的一个 相当大的一个个人的原因 因为立法都是栗战书干的 港版国安法一切都是栗战书干的 那所以他现在这篇文章主要打击的 是这个栗潜心 栗战书的女儿 那里边的内容 很多内容都是曾经我们见过 我见过的一些内容 就是主要是南华早报报道 后来黎智英的一周刊 在2017年的时候 在这个南华早报撤掉之后 道歉之后 黎智英的一周刊大幅度报道 也做了深刻的调查 找到了很多资料 所以也就说 黎智英在那个时候就成了这个栗战书的眼中钉肉争刺 因为黎智英揭露了栗战书的女儿 她的她的在香港的这种财富的堆积 这种权衡的一切 以及跟这个林郑月娥 见着黎智英的女儿 那基本就是见着妈了 就这意思 就见着妈了 大概 通体的概念是这么个概念 纽约时报的文章的特点 就是非常的详细 非常的细节 就像列账单的 打打打打打 列下来 这是她的特点 调查报告的特点 所以我跟大家介绍梗概 基本上我们走一遍 这是一个大时代 8月20号 一会儿呢 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一会儿这个蔡英文 将以蔡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在华盛顿DC的叫什么 哈德逊什么论坛发表演讲 当然是视频的了 然后是主要 主要是针对中共国 包括美国的 2018年的彭斯 在10月4号吧 10月5号 2018年 发表的当时讨共的习文 后来的美国国务卿 在那里面发表的 针对中共国的政策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很具有一种时代的意义 那在那样的一个环境 发表带有它的美国国策 就美国的 美国智囊 美国政策论坛的这么个成分 美国政策论坛 应该是从这个角度上说 不是国策 但是是一个很高级的政策论坛 作为美国政府 白宫 是很针对 就是很看重这个论坛里面 所表达出来的一点 看法 所以 蔡英文一会儿有演讲 那个大致的稿件 我看到过 已经发出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 我讲这是一个时代了 而这个时间点 是跟8月10号这么衍生过来的 所以这个 那这篇文章呢 在我眼睛里可以说 你既可以解读成 是江泽民曾庆红的势力 借助傅财德 借助纽约时报打击 打击今天的习近平 跟这个栗战书 主要是打击栗战书 打击栗战书就打击了习近平 而结合了现在香港的状况 结合了他动用 港版国安法 昨天10号 抓捕黎智英 抓捕这个周庭 这是议题 这是要放在议题上 所以很显然 纽约时报 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针对他抓捕的 针对国安法 来打击习近平 所以你说里面 到底有多少 曾庆红的势力呢 我也不能说没有 但是呢 你说他们之间的 这种力量牵挂 一定还包含了多少呢 有些实在境迁的感觉 那作为美国国策 作为美国整体的势力 在今天的环境中 包括纽约时报 是反川普的 是左派 但是呢 打击中共 却成为了他们 能够在这个美国社会 立足的一个根本 所以从这点上 李战书这么做 李战书这么做 富财德这么做 也是比较OK的 我刚才解释了 富财德没有太新的东西 我也好长时间 没有看到他更新的东西 在他离开中国之后 这是一个 如果从这么个角度上说的 而他的调查报告 集中在这个 这个 李潜新身上 个人身上 也就是他很多资料是借助 应该是借助香港来的 他讨论的都是 李潜新在香港的财富 所以从这么点说 也可能他跟 就是曾庆红的江泽民的势力 并没有 已经没有了 已经不能左右 这些西方社会的媒体了 左右不了 他们个人实质 他们个人拿不着太多钱了 已经不能有针对性了 而是 富财德 二十多年 一直在做中国新闻 特别是这种调查新闻 所以也就变成了这种 就这么一个背景 每个人可能听我介绍之后 有了不同的感受了 跟大家把这篇文章分享 三号人物 栗战书的长女栗潜新 在香港打造了一个横跨 整个市 整个城市的金融精英 跟中共国政治隐秘世界的生活 很想让这是英文翻译过来 透过官员官场 子女铺路 在香港大陆职场的俱乐部 她与企业高管谈笑风声 她是省级政治顾问代表团的香港代表 她是香港国有投资银行的主席 下面介绍是谁主席了 所以她是一家金融主席 而这家银行就是跟中共高官家属做生意 栗潜新38岁 丰厚的财务实力 一个价值1500万美元的四层的海景别墅 就在海边上 她的伴侣 她没说她结婚 她的伴侣 姓蔡拿着新加坡的国籍 有了一批退役的赛马 曾经入股过半岛酒店 她已经退出来 在2017年遭到打击之后 很快大概不到两个星期就全都卖掉了 当时的一周刊 就当时的这个黎智英的媒体报道过 厉潜新跟其他权贵家族香港的社会金融体系密不可分 他们把香港跟大陆联系起来建立自己的盟友 把资金投到香港地产 中共高层将自己的家人的命运跟香港紧紧连在一起 中共高层的家人把自己的命运跟香港紧紧连在一起 那栗战书催促港版国安法来保护自己女儿的成分 极高 就这意思是这 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有着各政治个人的极大比的这个既得利益 那栗战书保护女儿栗潜新 树立港版国安法迅速通过 这是一个强大的锐利武器 阻止抗议 保护中共的保护他们自己的亲属 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对于他们来讲既得利益的最关键之处 拉低外界对这个城市的信心的影响 让这群人处境可能会受到制裁等等等等 这是英文翻译过来 所以他这里面讲述突出的 栗战书立法保护自己的女儿 是港版国安法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港版国安法遭到这个国外的指责 11个人被制裁 红色贵族成员 那些太子党有了巨额的投资 如果香港突然失去他的金融地位 他们就不能把钱放在这里了 这是零和利的说法 纽约时报做了调查 中共高层的家属在香港的主要厂口之一就是房地产 利潜心是其中关键的 所以有三位亲属近期在香港购买了豪宅 总共价值超过5100万美元 这个报道就是变成了就不一样 就是傅财德故意来了 习近平的外甥女张燕南名下的潜水湾的别墅 价值1500万美元 这是早的 这是2019 他是1991年就在那里制造 来做生意了 只奇悄悄 2009年193万美元买的 所以今天是2020年 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这是当时傅财德原来的东西 跟现在两回事了 所以他是为了能够 衬托这篇文章 衬托这个氛围 所以他们没跟你说 打击中共是他的 所以文章里是这么写的 2010年 汪洋的女儿汪西沙 买了一个200万美元的住宅 这个就那么回事了 所以这一部分就是烘托 他没有太多的 很多领导人亲属都是干这种事情 他们不公布 但是他们知道财富 就是他们滥权所得 人们也这么认为 在香港太子党存在可能会进一步掀起 对北京的憎恶这一点 就是指民众 所以历潜心形势很低调 在大陆很少人知道 栗战书家里的状况 历潜心的状况 社交媒体中所有东西都没了 南德一志报 在他的得到南德一志 德一志银行内部文件 他说纽约时报去年年底查阅该文件 德一志银行内部文件最早披露 2017年就有 那时候我们在今日联系中就已经有引用过 所以那不是什么太多的秘密 当时是德一志银行被 是华为 不是海航 被海航入股的时候 那个时候出的事情 当时海航入股了9.99% 后来海航逐渐全卖了 所以那个时候德一志银行成了风口浪尖 在海航出事的时候 那结果就在德国媒体中暴露很多 那南德一志报 当时就拿到了这个德一志银行内部的文件 这里他说纽约时报去年年底才查阅 就基本就瞎掰了 所以他就谈述了这个栗潜心 讲得很文化 有一个跟栗潜心同样的名字 一个女人住在哪里 内部调查 这部分内容都是南华早报有登过 所以不是什么新的 建设银行的国际投资行的董事长 就是立潜心 他用了很多的资料 是因为他们在登记记录中 他的香港身份证号码 在海滨的别墅 与他合伙人共有的公司都是同等号码 这部分内容在南华2017年的南华早报已经有了 人脉的身后的生意人跟他有往来证实 建行的国际投资银行的立性的高管 就是栗战树的女儿 李成 美国的布鲁金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就是他 李成把他的简历 把利潜心的简历拼凑在一起 他活动很少 能够看出他背后的背景 所以能够看到李潜心在利用香港大赚其财富 建立整个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生意圈的基础 加入了叫华清会 华清会是中共太子党跟香港富豪以及政坛子女的平台 2013年他进行了救灾的活动 2013年救灾 访问农民报人什么然后这些都是就是一些宣传他露面了 李潜心现在是建行国际董事长在北京查到 是建行旗下的投资行 那他和他的合伙人以及银行方面拒绝回答纽约时报的询问 牛津大学的这个人叫米特 大家认为只要有深厚的人脉 足以在中国政坛取得成功 很多人意在共青团或政协证明自己的存在 磨得更高的职务 这是讲述的腐败 所以他现在的纽约时报这个披露呢 对习近平最大的嘲讽就是他的反腐 他今天的反腐的一切 因为他用了一些新的资料 透过相关部门 因为在香港很多资料他必须是公开的 一国两制的背景之下是公开的 这是现在状况 他跟其他精英一样 狙击了大量的财富 而且到了这个避税天堂 这是指历遣书的别墅 我不知道是这个还是后的 我印象中是这个 他照得很远呢 是这个别墅 怎么说呢 其实他就是个房子 大壳放屁八戒嘴 就是这点事 对不对 他说了半天就那点事 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可笑 这些人可笑跟荒谬 活在烂肉上 对吧 你记住他天天在那儿 是没有条件的人 看着这个房子 是一种非证 因为你得花钱旅游到那儿 对吧 看着这个房子是如何如何 有条件人就那么回事啊 他在那儿住着 他天天住着跟你说丑死他 打个儿放屁八戒嘴 一样的 吃啪东西一样的 喝口水噎死他 保不齐的 瞎掰了 在香港土地注册的文件显示 2013年 他在维尔金群岛树立了这个空壳公司 用了1500万美元买下这个别墅 当时他只有30岁 是该香港实体的唯一董事 他做的在维基尼亚群岛做的空壳公司 去年10月 在德意志银行在华招聘的文章当中看到他 结果后来这间公这个公司没了 他先生35岁的华裔新加坡生意人蔡华波 有着类似的经历 那2016年这些我跟大家讲 这些都不是新东西 这些都是南华早报上 他在维尔金群岛注册了一家公司 然后里面有有都是空壳公司 离岸的银行账号逃税 那蔡华波利用了很多的地址身份证号码 透过新加坡的身份证号码 把他们全都穿在一起 所以那些其他的号码 最终都会汇集到他的新加坡的自己的名字 跟他的注册账号上 吴小辉他们都这么干 其实没什么很简单 没什么的 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到现在没确认是不是夫妻关系 反正两人是在一起的 这个人胖胖的 这就是这个他先生 这是那个骑马的 他买走的那匹马 他手里拿了瓶葡萄酒 你没跟你说就是肉吗 叫做赤兔宝鞠 赤兔宝鞠塞马 赤兔宝鞠 他把自己弄成官公啊 赤兔宝鞠就赤兔马吗 那么成了官公了啊 厉害哇塞 官公 然后呢收购了很多公司 包括半岛酒店 这些全是旧的 2017年7月份被认为 任命为泰和董事长 而泰和控股 没人知道他是谁 也没人知道这钱是哪来的 结果很快大笔的收购 包括半岛集团在内的大企业 花了很多现金 结果这个黎智英 所属的一周刊 就报道了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蔡华坡跟栗战书 存在着某种关系 所以那今天黎智英呢 黎智英呢 就被栗战书的港版国安法给抓了 是 这个你怎么看都 这东西 习近平那么小心眼的话 黎智英心眼大不了 一定大不了 所以他找了这些机会 你说他是 他有这么大权力 为了能够报复黎智英 为了报复这个黎智英 从而他自己能力港版国安法 不至于 我觉得不会可能 但是呢 当习近平有这种意愿 他促成 这是肯定的 黎智英当时遭到南华早报的报道 非常的愤怒 然后就如何如何 然后脱手 这里面就 任美真 香港著名的财经专家任美真 2017年南华早报登了那篇文章 后来就是 后来被撤下 还道歉 是因为证实不了 那任美真一个月之后辞职 2017年10月份 十九大 那栗战书上台 那蔡华波基本上避开了公众视野 他和栗战书依然拥有一份公司 提交给政府的年度报告当中 都把那个海滨别墅作为自己的筑地 然后他还有另外一套公寓 他大概有七八套公寓吧 2019年4月份 力潜心公开露面 参加一个叫显示香港当前命运的活动 宣传片跟林郑月娥在一起 当时包括解放军的副司令 住那儿的副司令 和这个港澳办的主任都参加了 那这是 这是基本他报道的内容 14个月后 差不多14个月后 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 所以他的报道很有趣 李战书 他的女儿被黎智英的一周刊报道 那14个月后 他去 利用港版国安法 报复这个黎智英 这是傅财德这么写的 我是跟大家很应景的 这是一种实战的产物 他们各自 他们自己的意义在哪 跟他们自己有关系 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报道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